那這麼偉大的天使 我們會被一個暖男騙人 暖男 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然後可能就會遇到醫生 然後他就會比較 就是他 對你比較殷勤 對 很殷勤 然後可能 就會送東西給你吃啊 關心你啊什麼 可是殊不知他是 每一層的護士 他有女朋友 他就避開那一層樓 然後每一層都有個目標這樣 然後去對應好 是後來聽到八卦在這樣 佩佩 佩佩怎麼不睡覺呢 怎麼會有皮膚白成這樣 對啊 佩佩 佩佩工作很偉大 給我報一下妳做什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佩佩 然後我現在是護理師 護理師 護理師 幸福今天講 我要講一句老實話 現在做護理師的真的很偉大 因為你看從好幾年之前 護理師就已經嚴重不夠 護理師慌 然後我們還看過很多的照片 護理師坐在那個護士 是那個叫什麼 護理站 護理站 是打著 打著臉 對 打著臉 然後暈倒 躺著白衣天使 那個標題是不要再按鈕了 對 所以說真的很辛苦 妳做護理師多久啊 大概六年 六年 妳怎麼做了六年 妳可以做到六年 難怪妳那麼瘦喔 妳都沒有時間吃飯呢 就是壓力太大了 所以就是 就是 就不會想吃東西 哇 那三圍 很累 不然突兀嗎 突兀 護理師 人家這麼偉大的情況之下 妳問三圍 不是因為她瘦嘛 妳真的不可以這樣子 對 想不想講 好 三圍 三二七 二四三四 怎麼會這麼瘦還給妳 好坦白的女孩 好可愛喔 哎唷 好可愛 很Q耶 妳是啾咪耶 還要這樣 哎唷 做什麼病房都好了 嗯 欸妳是在開刀房嗎 對 我開刀房喔 我那壓力更大對不對 開刀房是不能有任何的那種 什麼什麼 雜念 精神不濟啊 不能分心的啦 以我們的膚淺的了解 就是說 夜班有大夜跟小夜 小夜到幾點 小夜是到十二點 幾點到十二點 下午四點到十二點 哦 這個上級你也了解啦 是 是副理師嗎 因為他有時候會接職代嘛 所以會有一些花花班 接職代是什麼 職代 職代就是職務代理啊 哦 職務代理 不是我們不是跟你同行 對啊 我以為是 我跟他也不同行的嘛 但是我 我們以為是職業俊代 所以沒有 我以為是職業俊代 那大夜是 大夜是十二點到七點 到八點 早上八 十二到八 對 哇塞 那OK 就是說這種夜班啊 有沒有譬如說 我值一天大夜 那我就可以休息或之類的 不行耶 因為他就是固定的 固定啊 就是 沒得換 固定多久 對 因為一個月 可是通常都會包班 因為年輕人都會包大夜 然後像那種有家庭有小孩那種 都要白班 所以就會跟學妹 就是 吊一下 比較菜的就一定是大夜了 對 比較菜的就是小夜跟大夜 講好聽是喬啦 可是大夜就是比較多錢 錢多啦 就是年輕人就會想要賺錢 可能有的時候會稍微少一點點 應該是病人比較多 就是顧的病床數很多 對 但是就是說 可是如果說那個事情發生是 就很嚴重 對 就是緊急的時候 就是大概一個 一有事就很嚴重 而且很馬上 很多人 我們聽過開刀 一個刀開十幾個小時 對 我 那你就十幾小時都在那裡啊 是不會讓你站十幾個小時 但你有可能會站到四到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 然後下去休息一下下 對 然後再下一刀 對 對 我的天啊 這個壓力好大喔 對 而且你要背他的就是習慣 因為醫生的脾氣也就是很重要 而且因為 你不能管醫生 因為醫生他在 譬如說我正在 專注 專注他一定有什麼就什麼 那你有沒有過 拿錯 鉗子 對 拿錯他就摔棋 差太多了吧 他摔棋 他拿錯他會很生氣 他摔棋血 直接摔 就丟掉 就你重新消毒 對 他就會直接說 我不要 我沒有要這個東西啊 你給我這個東西 哇 就直接用摔的 對 還有給手術刀的方式不一樣 對 你都怎麼給 用咬 不是啊 他不能給 我只刺 你再刺一句看看 就是每一個醫生 他的習慣都不同 所以說你跟刀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這個醫生的習慣 那OK 那這樣同理可證 那剛進去開他房子 不是瘋掉啊 對 對不對 醫生進來 而且醫生進來又戴著那個面罩 他是誰 沒有表情的 沒有表情的 你要先猜他是誰 對不對 羅醫師 李醫師 陳醫師 原來是陳醫師 幹嘛 不是 為什麼要打 打不變的聲音啊 這個好恐怖喔 在這邊我們還先給他鼓掌 辛苦 辛苦的 白衣天使 白衣天使 而且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要對護理師很好 為什麼 你要想喔 他今天在那邊上班 他跟你無親無故 他這樣子去照顧你的家人 甚至於你 他真的是 要有那份愛心才行 那是偉大的 對不對 不然那種 像我們幾個哪裡受得了 就是我們一定會覺得 你看有時候那個護士 還幫他把尿什麼 對 那個真的很偉大 我以前就是在醫院 看到那個護士 我總是 我總是對他們很尊敬 真的很尊敬 當然醫生我們也會尊敬 但是我覺得護理人員 是更要尊敬 因為他們第一個 因為你們那個問題太多了 人太少了 又辛苦了 什麼的 而且你看那個照片 自己已經病成這樣 他還要去上班 這種人去拿澡 這種我將來都是上天堂 都是天使 都是天使 對 那這麼偉大的天使 我會被一個暖男騙人 暖男 暖男 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然後可能就會有遇到醫生 然後他就會比較 就是 對你比較殷勤 對 很殷勤 然後可能 就會 關心你啊什麼 可是殊不知他是 都是這樣 都會找 就是他可能特別喜歡 原來他是散彈槍 沒有啊 萬聖洋蔥條 對 洋蔥條 他每一層都會有目標 對 可是他女朋友 你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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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 可是他有女朋友 他就避開那一層樓 然後每一層都有個目標這樣 然後去電影好 是後來聽到八卦才知道 原來這件事 我應該本來是劇團 他那個不是很難的 很快的洋蔥 還有時間搞這個 厲害 這個手法也太粗糙了 一下就被試過了 那你撐那一撐 對 很神奇 那時候就是有被感動到 可是後來瞬間 知道這件事就覺得 好險 那為什麼不繼續接受 他吃的東西 對啊 對啊 反正沒事嘛 還跟他點菜 明天可以 這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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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吃完了管他 他女朋友很可憐 薪水那麼多 哇 真是天使 善良他女工 那為什麼不跟他女朋友擺到呢 去跟他講 對啊 攤牌嘛 對啊 這樣很奇怪 我會啊 我就這樣他會有點受傷 你看 哇 但以後他更受傷 對啊 好善良的人喔 沒有 我們不能逼他 因為他就是有這麼有愛心 他才可以在開到房待怎麼去 對 對不對 這麼大的壓力 你平常做什麼 才可以讓你的壓力稍微減少 就唱歌 既然這麼愛唱歌 今天為我們帶來一首歌曲 好不好 今天帶來歌曲是 最刺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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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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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喔 還是要跟你講 你要顧好身體喔 因為你們真的工作太辛苦 嗯 然後有空的話 就去泡泡溫泉 去 泡溫泉 泡溫泉 泡溫泉身體好 隨意行為 容貌 你跟我去 蛤 因為泡溫泉也可以讓你真正放鬆 尤其在烏來那一代 哇 綠色的 好 好 加油 好 謝謝 謝謝